我娘是大业首富 真首富 但没人知道 她每日就笑笑 京城里的人都说我娘是个蠢货 管不住我爹的人 转头 那人家就被爆出了惊天丑闻 她家的大公子是二爷的马夫生的 我问我娘 那大公子好可怜 她笑咪咪地说 那个大公子欺负丫鬟 弄大了别人的肚子不负责 还逼人跳了井 抄抄 这种人可怜吗 我摇了摇头 小小的我 明辨是非 等再大一些 娘还告诉我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千万别自己钻牛脚尖 多谴责别人 少惩罚自己 我捧着小小的脸 那爹爹呢 他沉默了很久 摸摸我的头 你爹充其量就是个玩意 娘不在乎他 不过他是你爹 他对你好 你就对他好 他要是对你不好 这个爹不要也罢 超超 你可记住了 嗯 小小的我记得很清楚 我娘以前很爱我爹的 可自从表姑姑寡丧之后 来到我府上暂居 我娘就不爱了 他不再等他吃饭 也不给他缝衣 也不会虚寒问暖 他告诉我 世界上男人分两种 一种好男人 一种坏男人 你说 你爹是第几种 我选了坏男人 他心为地点点头 等到我十岁的时候 我爹搞大了表姑的肚子 他指着我娘骂 还不是怪你肚子不争气 你肚子但凡争气 给我生个儿子 我至于去找别的女人吗 旭丰 你都不知道 我近几年日日做梦 我娘要从棺材板 跳出来揍我呢 说我断了裴家的香火 我翻了个白眼 演练着我娘写给我的算术表 我娘还是淡然一笑 无事 那进来吧 从此 我爹再也没进我娘的屋 我也添了个 不像我爹的弟弟 我问娘 这个弟弟 不像我就算了 怎么也不像爹呢 我娘说 你爹那个憋孙 生不出儿子的 我早就给他下了 段子绝孙的药 我震惊地 嘴巴可以塞下一颗鸡蛋 你爹第一次和他 搞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下了药 生儿子 没门 我让他天天当老黄瓜 可我爹真的不老 甚至堪称京城的风采人物 当年的炭花廊 也不是白风的 可我娘说 他当年干净的时候 像朵桃花等他摘 现在不干净了 所以就是老黄瓜了 他瞪了我一眼 拒绝反驳 我十三岁的时候 我爹给我选了一门亲事 我娘不同意 他就去求了圣旨 打得我娘一个措手不及 面对我娘 他总是一身反骨 看似拿捏 实则在我娘眼里 早就不是个东西了 那也是我娘第一次 朝我爹产生了恨意 她咬牙切齿地说 这个封建社会 皇权至上的狗屁混账满意 我赶紧捂上他的嘴 看着懵懂的弟弟 躲在门口睁着大眼 流着口水 娘 小心隔墙有耳 她拉着我的手 默不作声地回了院子 十五岁 我嫁给了隔壁的李家 当朝新贵 皇后的亲弟弟 李世景 成婚前 我娘给了我碧火图 我伸手接过 他忽然松手 掉在了地上 抄抄 这个男人 你爱 你们就同房 不爱 不要勉强自己 谁都不能委屈自己 记住了 我乖巧地点了点头 洞房当晚 李世景掀开了我的盖头之后 温和地吩咐下人 端来了吃食 红烛硬着他的脸 我吃了整整一碗饭 我娘说过 我什么都好 就看脸吃饭 遗传了他不好 他说 要守住自己的心 越是长得好看的男人 越不是个东西 长得丑的就别提了 李世景好像不同 他担忧我害怕 洞房之夜没碰我 而是在第二天起床时 割破了自己的手指 滴下了证明我身子干净的血液 我娘兴许错了 我如是想 三天回门之日 李世景早早请了 吵架陪我回门 虽不过百米距离 他却拿出了足够的诚意 陪着我不行到陪府 街上行人无不羡慕 我侧过头看着 满意地点了点头 直到她停下了脚步 她身前跪了一个 面色苍白的女子 戴着面巾 看不清模样 夫人 这位姑娘 好像体力不支 不如 先带去陪府 佛说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 她心肠怪好的 我略过多疑的心思 这人 掺着那姑娘 进了陪府 一阵凉风吹来 面巾被掀起 飘到了我的手上 那是我第一次 这么漂亮的女人 她叫秦时月 我娘看我 捡了个女人回家 对着我竖了个大拇指 女人就是要帮女人 我们不搞辞敬 我们要惺惺相惜 则 这女人长得真漂亮 好吧 我们母女对美的事物 总是没有抗拒力的 我忍了一会 还是没忍住 告诉了我娘 这是李氏景捡的 她立马黑了脸 得了 咱母女一样的命 找不到好男人 娘 你盼着我好一点 行不行 她就是太善良了 我娘压根不听我的 当着李氏景的面拍了板 这个秦时月就留在陪家吧 我笑着拉了下她的手 她僵硬了很久才反应过来 很不巧 李氏景 你连装一下都没演好 亏我还在我娘面前夸你 我娘伸手朝我要钱 一万两 陪超超 姜还是老的辣 你服不服 我赌输了 输了坚持说 李氏景是个好男人 我呸 半月后 娘 我想和离了 超超 你当真 我点了点头 一次不忠 百次不用 我查过了 他直接送进了皇宫 给到了丈公主 不出一天 全京城都知道了 我们母女同一天 和离的事迹 我爹陪奸指着我娘说 家门不幸 李氏景促没问我原由 我只顾收拾自己的嫁妆 大摇大摆地回到陪府 我爹猛然看着我 再次摔倒在太师椅里 怒吼着家门不幸 这才哪到哪呀 后面才够你们喝一壶的 我娘还说过 能动手 绝不吵吵 我看着我娘勾起了嘴角 一把举起旁边的太师椅 向陪肩砸了过去 闭嘴吧 这么多年给你脸了 家门不幸 我程旭峰嫁给你 才是家门不幸 老爷当惯了 想当孙子是吧 你今天给我爬吧 我让你多嘴 我娘突然脱下鞋子 拽下袜子 塞进了我爹的嘴里 这么臭的嘴 不赌上 我难受 娘用绝对的五力指 把我爹打到趴下 一边还腾出嘴告诉我 打你最讨厌的人时 千万不要假手于人 因为那不爽 很不爽 李世锦赶过来的时候 我正在旁边 为我娘助威 她皱着好看的眉头 越过我 直起了站在旁边 拉也不是 不拉也不是的 秦十月 故作深情地说 十月 我来晚了 哦 她又潇洒地转身 用厌恶的神情施舍我 裴超超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收回和黎叔 你依旧是我的夫人 你不要害我名誉扫地 一个良计而已 直当你闹得满城风雨吗 我看着她直发冷笑 李世锦 你配不上我 何离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面 总不至于 你想要修夫书 我考虑了一下 倒也不是不行 我为她着想 她反倒被我噎得够呛 当着我的面 故意把秦十月搂进怀里 好刺激我 真是弱智 幼稚 蠢货 二百五 三百六 我无语望天 秦十月忽然一把 推开了李世锦 大吼 你闭嘴 你也知道 我是良计 可你逼我跪在 你陪夫人的回门之路时 你说你姐姐是皇后 你的名声尤为重要 你们李家世代是君子 所以你出了这个搜主意 拿上万两买下我的身器 再提醒我 你就我于火海之中 李世锦 我的确要感谢你 可我不愿 不愿被你这个伪君子 拿来当消遣的玩物 我娘站在旁边 拍掌叫好 秦十月 你的慢身器还在我手上 你发什么疯 李世锦终于露出 不为人知的一面 和我那爹 倒真的有点像 长得都是好模样 奈何心很脏 又当右利 要名声 要女人 我娘说 这叫南表立牌坊 见风就倒 我娘听得差不多了 胆了下没有灰尘的裙摆 笑意张扬 卖身器 李世锦 你说的是我手中的这张保纸吗 一个轻飘飘的保纸 禁锢女子美好的一生 真好大一张脸 承旭风 你疯了 这是皇后之地 国舅 你要发疯 别在我陪家发 我还想长命百岁呢 我爹吓死了 去着李世锦 给我娘说狠话 软绵绵的 没什么骨气 我娘说了 我给你爹面子的时候 我是觉得她还是个人 哪天不给面子了 这个裴姓我就给你改了 我娘废话极少 她直接发号施令 百来人立马冲进了裴府 上到大雾见老床 小到花花草草 一针一线 全搬了空 连下人都统一安排好 抬着队伍等待出发 裴奸大喊 程旭峰 这是我裴府 你敢把我裴府搬空 欺人太甚 裴奸大约不知道 有我娘在的地方 裴府富贵吉祥 没我娘在的时候 裴府就是个三进空架子 娘拍着手笑着和我说 抄抄 这三进破院子住得太憋屈了 娘给你准备了超级大的院子 比裴府还大 他毫不理会呆呆站在那里的两个男人 他左右牵起我和秦时月的手 雄啾啾气昂昂地走出了裴府 丢掉了侍郎夫人的称号 做回了程家娘子旭峰 他给我改姓 叫程超超 他还收养了秦时月为义女 我带着疑问病苦恼地问他 我就嫁人半个月 你怎么就有了更漂亮的女儿 他对着我的额头打了个暴力 他脑袋清醒着呢 我告诉他 相信男人 还不如相信母猪 为什么相信母猪 你觉得母猪会上树吗 我摇摇头 所以啊 干嘛寄希望于男人 他颠沛琉璃到京城 不是做他人的龙中雀 亦不是做谁的兔丝花 他呀 想做天上的飞鸟 安顿三天 我娘挽起了长发 换上了剪练的衣裳 带着我和秦时月 去到了长公主府 他们一见如故 我一直好奇 我娘说她有个有钱有势的朋友 到底是何方神圣 没想到来头这么大 秦时月酒没有在外行走 缩手缩脚地跟在我身后 我回握他的手 安抚道 你看见刚刚那个出去的女将军了吗 威风吧 他点点头 一脸向往地看着那个将军离去的背影 久久回不过神 长公主和我娘聊得正欢 秦时月突然跪在地上 成阿母 我想参军 我惊得去看长公主的脸 替秦时月捏了一把汗 长公主的威压释放 我下意识地低着头 竖着耳朵听她问 哦 为什么 我娘左右看看 勾起嘴 老神在在地端起不烫的茶杯 装模作样地吹了口凉风 此时的寂静终将震耳欲聋 秦时月铿锵有力地说 我要保护战火下无家可归的百姓 我要保护还没有见识过大好山河 就不得不死去的孩童 我还要保护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姊妹 不得不沦落封尘 靠男人过着没有尊严的下半生 我蹭地站直了身子 肃然起敬 我听娘说过 原本秦时月是边关小镇的梁家姑娘 一招成破 敌军入席 成破家王 年幼的弟弟被一柄长枪戳死在母亲的怀里 而他被拉去了临时安在城内的营地里做军纪 供敌军日日羞辱压迫 市长公主带着军队解救了他们 可他手不能提 肩不能扛 辗转被迈到了京城 碰到了李氏井 原以为是被救离苦海 何曾想是进了另一个狼窝 而今天他终于能站出来 他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女将军 他说 我不怕苦 不怕累 我怕没有机会 世间对女子的束缚 由来已久 秦时月留在了长公主府 我仔细看着他长得美不胜收的脸 一幕幕看下来 他站在门口 迎着夕阳 笑着和我说 成超超 加油 他举起不符合他的动作 真的是酷极了 回到府中 我娘邀我来院中赏月 他指着月亮说 我乃不许我指月亮 他说指了会割耳朵 可在这里 我指过很多次 一次都没有被割过 我听不懂 但大约猜出 我娘想家人了 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来到这里时 我原身娘已经嫁给了裴奸 并且怀了身孕 她靠着现代的知识 积攒着不少的银钱 她暗地里开了一间又一间的铺子 成了隐形首富 她说 钱是俗物 是君子口中的铜锈 可是超超 没有钱寸步难行 这是在任何地方 乃至任何世界都亘古不变的定律 可钱呢 还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靠自己赚的 才是自己的 靠男人打赏 总有一天 靠山山会倒 一定要靠自己 并掌握一切 有利于自己生存下来的实力 超超 你可懂 她追加一句 才艺不可外露 防人之心要谨记 她在说这话的时候 逼我学防身术 她说 可以强身健体 也可保护自己 在必要时 出其不意地逃命 她还逼我野外生存 将我丢到山里露宿 她教了我很多 她把陪奸给我准备的女训 丢在火盆里燃烧 她告诉我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扶死从子都是狗屁 超超 这种书不看也罢 来 再把今年的账 好好盘一下 自从她教会了我 用她的算术盘账 我俨然成了 她最得利的账房 她说 付我年薪百万 我信她的鬼 她都花到给掌公主 建的情报网去了 娘说 我是她的债主 她不亏 所以 她是首富 我是首富 陪奸又跑来找我娘 带着她儿子 在大门口指责 我娘生不出儿子 以犯妻出之名 来送正式修书 她不承认合理 她说 她只有修妻 我娘二话不说 当着所有围观群众 问他们 你们觉得他们父子像吗 我看一点都不像 她笑得大方 一步一步地站定在 陪奸面前 反手就是一巴掌 打得她措手不及 何离是我说了算 你陪奸 没资格 我娘问我 超超 男人犯贱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做吗 我脱口而出 动手别动口 她摇摇头 慢条丝里地拿出帕子 细细地擦过手指 扔到了我爹的身上 让她身败名裂 死无葬身之地 永不翻身 超超 你记住 但凡侵害到你利益的人 你就要回击 可是娘 如果是爹呢 就算是我 你亲娘 要你做你不愿意的事 或者伤害你的事 你亦可反击我 我点点头 牢牢记在心中 陪奸又被打蒙了 捂着脸半天 蹦出两个字来 泼妇 可她声音极小 小到我渐渐听不见 以前那个弱小的我求抱抱 求她关注时 不得不把女训 女则倒背如流 只为她拍拍我的头 冷漠地夸赞一句 不错 女子当如此 李家夫人 才是你该学的准则 你是陪家敌女 代表我陪家的脸面 她的形象 被自己塑造得越发高大 可我却觉得 她都是扯犊子 我娘说了 一个人用自己的行为准则 或者用别人的行为准则 批判你的时候 这不是道理 这是偏见 左右你 禁锢你 剥削你 超超 你觉得这种人 你要听吗 我不要 我娘当场戳穿 陪君的身份 喜当爹的陪奸 傻愣愣地逼我娘 给她再生一个 你害我没了儿子 你必须还我一个 简直荒谬 连围观群众 都发出了欲声 陪奸的脸 真的绿成了黄瓜 我忍着笑意 给足了面子 我娘非补一刀 陪奸 你生不出儿子的 因为你不行 周围发出爆炸性的哄笑 我娘说 超超 这叫身败名裂 陪奸被人奚落之后 失魂落魄地回到陪府 听说和表姑姑对骂时 不小心跌成个傻子 死于离城府不远的巷尾 我娘说 这叫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 这是后话 也是她的结局 此时 城府门外 渐渐聚集了更多人 几百双眼睛 看着我娘 有沉默的谴责 有躲在角落里的赞赏 最为突出的是李家夫人 看着装 他们应该是李佛归来路过 她身旁站着几个打扮朴素 神情替逆着我们的贵妇 此等败坏门风的女人 在我们李家 早早就该捆进猪笼 陈塘堂市中 和离都要闹得沸沸扬扬 没有羞耻 女儿才成婚半个月 就唆使和离 莫不是失心疯了吧 男人的戏血赤裸裸的 女人是麻木的 嫉妒的 羞于贱人的 原来这就是娘说的 女人抨击起女人 才是软刀子 这种刀不见血 不见骨 娘昂起头 握紧我的手 抄抄 那些陌生眼睛会伤人 你会怕吗 娘 我不怕 开宫没有回头见 你想不想在有生之年 看看娘的那个时代 我突然看到了 我娘身上 燃起了一种 叫做力量的火焰 她说 娘想做很多很多事 可娘一个人不够 成抄抄 我邀请你加入我的战队 你愿意吗 她说 她要革命 我问她 这是什么 她说是新时代 是崛起 可能会失败 抄抄 你怕吗 我摇摇头 觉得不怕 娘说 长公主十三岁起 在战场拼搏 提高女子地位 如今依然截然一身 为百姓守住国门 保国泰民安 而我要在思想上渗透 要让姊妹自己站起来 争破牢笼 赤脚追风 她在京城里建了一个书堂 名叫新女性 她编撰的女子三不四要原则 一不准依附男人 二不准厌女 三不准退缩 一要学会拒绝 勇敢说不 二要爱同胞 更爱自己 三要经济独立 人格自主 四要越挤 越挤 越挤 她书写凯体贴在书堂中央 刚开始 有些好事的娘子过来 指着问我 这是什么字 我一遍遍地面 她们脸上的光一寸寸 暗了下去 慌不择路地掩面逃跑 她们说我娘不守妇道 不遵从规训 抛头露面 她们一边用袖子 遮挡手上的淤青 一边说我娘要害死她们 她们跑得比兔子还快 可当她们男人打她们 侮辱她们没有生儿子的时候 她们脚灌上了签 她们一步都跑不动 抄抄 要改变一个既定事实 不是一蹴而就的 慢慢来 渐渐地 京城里开始流传我娘的蜚语 她们说我娘疯了 先是唆使女儿和离 现在居然想引女人犯罪 娘不惧流言蜚语 她笃定地背着双手 看向书堂大门 笑容逐渐扩大 来了 我顺着她的目光转过身 我也没想到 第一个正是踏入新女性的地方 居然是拥有三座 贞洁牌坊里家的大夫人 陆家宛容 姓慧 她听到我娘叫她的名字 眼睁得极大 许久不见日光而苍白的脸颊 渐渐泛起红韵 我娘说 她值得拥有自己的名字 而不是冠上 李家夫姓 她虽一身搞素 骨子里的仪态 迫使她忍下了心中的酸涩 她环顾四周 看着三不四要原则 嘴唇挪动 一注相过去 她仍然在反复看着 她背上的枷锁 不是无形的 是实实在在的 她截然一身 徒步走到这里 她脚上的鞋掉了一只 渗出血迹斑斑 程旭峰 我想穿粉色的衣裳 我想读书 写字 开铺子 我想 做我自己 陆婉容十五岁 做了望门寡 在这个时代 父权压制女性 她们不得不遵从 盲婚雅架 她被迫穿了 十五年的丧服 日日在佛堂前 诵经祈福 花一样的年纪 活得像个老玉 不得自由 京城对她的夸赞 犹如棒锤 她的未来 一眼看到头 每天身体 被持续不断地 敲进土里 化为白骨 才能解脱 庆幸 她还有更多的十五年 我娘说 这第一帐 叫妇女解放运动 从陆婉容开始 我们要带着姊妹们 冲破封建遭破 争取婚姻自由 推导贞洁牌坊 还要走出家门 做自己想做的事 娘雷厉风行 她开始在正街上 发布女子招聘信息 然而每天都是 时辰大海 更离谱的是 京中有名的大儒 她现身书堂 带着她的学子 席地而坐 开辩论会 女子抛头露面 不成体统 不三从四得 下见 追求婚姻自由 痴心妄想 全城的学子 陆陆续续地 奔走相告 越来越多的人 知乎者也 小只以礼 动之以情地 劝解着我娘 可惜 我娘从不会被人摆布 她一一看过去 笑得张狂 可闭嘴吧 老不死的 你们这些 不是女人生的 你们是毛坑茧的吗 生下你们这群玩意 女人真是遭大罪了 十月辛苦怀胎 还要贤惠 给你那妾找通房 咋不把你们 憋死在肚子里好了 生出来丢人现眼 一群闲眼包 人母狗样 我娘说 当对方人多势众的时候 能用钱解决的 绝不废话 我娘可是有很多钱的 她叫人搬来了银钱 孩子们 别围着了 你娘叫你们回去吃饭了 凡是愿意离开我书堂的人 到这里来登记 领惊喜红包 全场鸦雀无声 无一人动作 我娘叫来了府里的厨师 当场做考全羊 她说 我馋死他们 超超 你知道什么能使人疯狂吗 是无声的饥饿 是他们贫瘠的思想 站在女人肩膀上的矮小巨人 香味浓香四溢 有一人前来领钱走人 她的衣服将洗得泛白 她捏着嘴 忽然震臂高辉 自我父亲过世后 我娘一人拉扯我长大 日日盼望着我出人头地 我在干什么 我在和你们这群 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抨击生我养我的人 我无耻 她连扇了自己十八掌 拔腿就跑 成娘子 我要回家吃饭了 她说她叫宁为玉 我娘欣慰地笑了笑 如此可叫 看着依旧不动的那些人 娘直接丢给了我一个令牌 既然软得不吃 那就来硬的 吊二千人过来 让她们看看 拿刀拿枪 英姿萨爽的女人有多苦 马蹄声响彻大街 一群戎装的女子 列队迎面而来 她们朝气蓬勃 自信满满 手上的长枪 在阳光下发出荧光 给我围死他们 一个都不许放走 他们要做 就做满七天 当然 现在还想改主意的 必须来我这里领钱走人 娘的声音不大 却听得清清楚楚 娘说 用钱羞辱的是他们的自尊 用武力打的是 他们硬直的几倍 他们一日日地死性不改 就要一日日地提醒他们 他们是喝谁的奶长大的 学子们叫嚣 承旭风 我等是未来国之栋梁 岂是你想困就能困的 你是国法何在 领队的女将军拱手向我娘行礼 转身朗声告示 我们乃长公主建立的娘子军 只听长公主号令 如有意见 等长公主归京 你们皆可上告 他话风一转 但今日 你们得听成娘子的 众将听令 给我看死他们 哼 莫说七日 仅仅两日 就投降了一大半 大儒更是饿晕了过去 他求我娘 成娘子 我娘喊我回家吃饭 我可以回去了吗 可 然而一波刚平 一波又起 李氏带着德高望重的祖老来到书堂 二话不说 直接指挥人把陆婉容塞进了猪笼游街 他们情绪激昂 列数陆婉容三宗罪 最一 不守妇道 抛头露面 最二 私自走出家庙 无视家规 最三 与歪门邪道同流合污 败坏家风 临走前 还破坏了书堂的一切 尤其是我娘亲手所撰的书籍 被销毁得一干二净 得知消息时 我娘带着我正在南山演练娘子军 而他们已游完街回到了李氏宗祠 我娘很平静 眼里滚着风暴 她抽出刚取回来的配件 食指划过开刃 一丝血迹低落 她看着红色的血液 质地有声地说 超超 娘想杀人了 我的无声回应 急是支持 她飞驰的背影 令我永生难忘 没有华服美衣 没有金堆玉器的饰品 却无比挺拔 无驯鱼而狼 我们在银时赶到李氏宗祠 他们正在举行批判 放屁 我一位通奸 二位偷盗 我凭什么要认罪 你们李家财罪盖当诛 逼迫我们守寡 得来百年名声 逼他们生儿子 淹死无辜女婴 逼他 他们三从四得 卑躬屈膝 你们这些和我们写的烂虫 我陆婉容凭什么 要为你们的罪而死 今日 天王老子来了 我的命也不准取 陆婉容话音未落 娘肉眼可见地松弛了身体 她抬头看着矗立在前 老得斑驳的三座牌坊 臭老太太的裹脚布 千年如一日地臭起新天 哼 一块破石头 装什么荣耀 抄抄 大叶如今有多少座 贞洁牌坊 二百六十七座 我娘嫌恶的语气 渐渐没了 她低难道 葬送了二百六十七条 鲜活的命 今天 先从这三座开始 一平塌 我发射了信号弹 跟着娘进去 陆婉容浑身脏污 头上顶满了烂叶子 鸡蛋叶 可她的眼神很亮 看着我们的到来 她咧嘴傻笑 程旭峰 你来了 我娘点头 不止我 我侧过身 让她看清楚 我身后的人 这次来了五千娘子军 李氏族长指着我们问 你们想造反吗 我娘讥讽 造反 原来 大业姓李吗 我怎么不知道 还是说 因为你们李家出的皇后 所以把大业都姓李了吗 那个老头气急败坏的大叫 程旭峰 你污蔑 污蔑 这两个字 你会写吗 污蔑你们残害女性 污蔑你们虐杀女婴 还是说 污蔑你们强闯民宅 卢我家人 到底是什么 让你们认为 我程旭峰 可以一而再 再而三地不计较 娘扬起手 一声令下 三座牌坊 在薄雾笼罩 晨光细微之时 轰然倒塌 陆婉荣朝李氏女性呐喊 你们看清楚 你们要不要走出去 要不要去看看 更精彩的人间 全场死记 男人惊惧 女人握紧了拳头 首先动的是李氏三叔母 一个将近五十岁的阿婆 她颤微微地站了起来 又跌倒 再站起 继续跌倒 阿婆 脚疼吗 我娘湿润了眼眶 盲接住了她 她用模糊的双眼吁吁 看着我们 缓缓吐出 疼 姑娘 你是第一个 问我疼不疼的人 他们从不会问 这叫三寸金脸 你说这个金脸好看吗 不好看 对吧 我也觉得 她撇着嘴 乌叶着 姑娘 你要是早来四十年 就好了 我就不会疼了 我敢反抗了 浑浊的双目 掉出晶莹剔透的泪 顺着她的沟壑滑落 她在壁则的佛堂诵经了二十年 可她耳朵很灵 我老婆子活够了 死了就是一泡黄土 我管她后代有没有香火 有没有人祭奠 上天或入地狱 我都要闯 我娘说 阿婆 我掺着你去外面看看吧 我来时看到门口的枣子树结果了 您用拐杖打几个给我们吃 枣树上爬满了刺 可果子看起来实在美味 娘说 玫瑰也长刺 可很多人怕摘它 只敢欣赏 人们总是在摘它的时候 会担忧被它的荆棘刺伤 我们总是会注意美丽的生命 而忽略坚韧的灵魂 你看枣树上结满了果子 人为了口腹之欲 依旧愿意徒手去摘 去抢 所以 荆棘不可怕 可怕的是 没有陷入绝境 而现在他们的绝境 需要我们撕开一个口子 娘说 这个口子一旦撕开 我们就前进了一步 纵使前方万步又如何 创 为同胞而战 可李家的罪虐远不止这些 陆婉容带着我们去了一个地方 冗长的涌到尽头 是一个威严的院落 台扁之上赫然是劫富堂 他重重推开门 里面遍布杂草 令人作呕的抚星之物扑面而来 娘的背影僵硬 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只好探头看过去 这是我一生都无法挥之不去的噩梦 十几个看不清面目的女子 分散在四周 怀里抱着的不是骸骨 就是刚刚死去僵硬的婴儿 陆婉容说 一旦女子反抗 一律被抓过来 日日毒打 甚至逼他们杀死自己的孩子才罢手 我头皮发麻 死死攥住手心 才避免叫出声 这种寂静之下 忽然觉得 我们的革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娘没有出声 而是退出门外 李氏族人 共计十九余人均参与虐杀鹰 皆被我娘命人绑了过来 她持着火把 像个女战士 我拉住她 也是第一次阻止她 娘 不要 可她双眼里的火焰 燃得更红 更燕 她说 她要烧掉腐朽 她要烧掉糟粕 她要警醒世人 她要为他们讨一个公道 哪怕这个公道 会让她失去生命 可她说 既然这么难以实现 那就用她的命来打响第一枪 她说革命必有牺牲 她的死亡不是消失匿迹 她会活在愿意跳出牢笼中的他们心里 她的背影宽广 像延绵不绝的山脉 她的步履平稳 像泰山一样坚定 火光燃起 四名吼叫 诅咒谩骂 响彻李家上空 这第一仗 打到整个京城哗然 李世锦带着皇宫禁军 前来宣读圣旨 判决绞刑 回京即刻执行 她用我们的性命 逼迫我娘 主动钻进囚车 承旭风 我知道你不怕死 可你愿意 他们为你而死吗 她敢直呼我娘性命 我左右开弓 直接上手两巴掌 始料未及的掌风 打得她眼冒金星 裴超超 错 我叫程超超 她阴智的眼刀恨不得 把我碎尸万段 可我不怕 娘说 要革命必定有牺牲 我们永远堂堂正正 正大光明的革命 小风小雨 是传遍不了整个大业的 我娘挡住李世锦 朝我伸向我的手 一人做事一人当 李世锦 我进 无能数倍 恶心人倒是一套套的 囚车慢行两个时辰 来到了京城门口 所有李世女人 包括娘子君在内 皆不行跟随 从城门走到法场 其实只需要一条街口即可 可李世锦一定要绕城一周 她说 要让全城的百姓看看 违逆天道的下场 她自诩 她们的规则为天道 女性必须服从 一旦不从 下场就是我娘如今的样子 看来 她代表的 极是当权者的态度 果然 这狗屁黄泉 整个大街围满了人 男人自发靠边 可女人不是 他们自发围成一个圈 拥着求车 李世锦大喊 刁民 给我退下 不退 我们只有进 没有退 万人对之下 我们的那喊声越来越大 不退 战公主带着大军御敌 而她的同胞 却被谋杀 不退 我们凭什么 相夫教子 为男人 蹉跎一生 还要感恩戴德 不退 如果想要 程旭风的命 那么让我们 全城的女人 给她陪葬 凭什么 我们不退 我们生而为人 我们同样享有自主权 凭什么 我们坚决不退 可女人的力量 终究弱小 我们被一饼饼 长腔推撞在侧 不知谁人起了头 乌叶声响起 哭什么晚意 你 你们 给我把眼泪收回去 我娘怒吼 大家集体安静下来 偶有啜气声 也渐渐消失 我这辈子挺爽的 离了我地球照样转 太阳照长生 可是超超你看 看你身后的铠甲 看你身后的同胞姊妹 哼 连宁家小子也来了 我这一生畅快 亦不后悔 就算我死了 可我十八年后 还是会回来的 到时候 娘希望看到 不一样的大业 程超超女士 你能做到吗 她笑着面向大家 挥手朗声告别 回去吧 姊妹们 回去丢掉裹脚布 丢掉女训 丢掉枷锁 为以后千千万万个姊妹 建立新的开始 风必定扬帆 人间三万天 赤脚走一遍 她的声音越来越亮 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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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方震声洞天 红袍战马从光影中 渐渐清晰 长公主回来了 长公主回来了 一声又比一声高 长公主骑高头大马 她的盔甲裂了缝 她的脸上流了疤 她高声道 昭和元年 西戎联合东吴大军压境 他们烧杀抢掠 惯我同袍失身羞辱 我没退 昭和八年 南蛮驻军十万 逼近我大业龙门关 烧万民百姓 迫害一成 我就算战死至最后一人 亦没退 如今 昭和十二年 你们竟敢让我退 向天借了豹子打吗 她仰天一笑 程旭峰 我十三岁时 你问我想做什么 我说想替萧家 替百姓守住国门 你告诉我 不想做女帝的公主 不是好公主 那今日 且看我为你反了这天下 如何 他们相识一笑 李世锦为代表的世家 抖着唇 指责张公主 想聘司机臣 张公主勾唇一笑 怎么 你李家不服 今日这女帝 我做定了 既然萧启德不配位 那么 就滚到皇陵告状吧 反我者 杀无赦 所有将领 无论男女 皆跪拜在地 叩首呼喊 杀无赦 杀无赦 杀公主身上的血气 是战场厮杀的气魄 她的红袍迎着风飘扬 我终于亲眼见识了 杀公主的杀法果断 一瞬间 李世锦成了阶下球 秦始月从马背上直接跳下 动作流畅潇洒 她昂首站在我面前 成超超 我回来了 一年后 女帝坐镇朝堂 秦始月驻守边关 宝山和吴亚 我娘奔走四方 致力于扶起千千万万的女性 而我 女帝给了我一个空旷的国库 成爱卿 朕的国库就靠你了 她哈哈大笑离去 独留我风中凌乱 当然 我绝不吃亏 我向女帝讨来了礼府和陪府 合并为新的书堂 里面有娘分好的各种职业培训计划 她说 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 再后来 她归来的次数越来越少 她走的地方越来越远 甚至乘船去了国外 她说 女性不分种族 我们要团结一致 她真是太酷了 后继 十八年后 大叶在女帝的带领下 虽没有娘亲畅想的世界那么美好 可是 我们千千万万的姊妹敢于发声 敢于向他人说不 她们很多人走出家门 去任职 去游历山河 去著书立传 去丈量土地 她们吞去了围貌 女子互相赞美 直至点点仍在 可她们已经不惧流言蜚语 她们独立 欣赏自己 爱自己 娘说 在她那个世界 三十岁的女性 是黄金年龄段 而不是困在四角天地 操劳给夫君耐窃 管理着一大家子吃喝拉撒 更不是围在子女身边 嘘寒问暖 她们有很多事可以做 会是说一不二的女老板 会是为民奔命的乡镇干部 也会是孤儿院里 那个一生不嫁的院长 无论何时 女性发光发亮 她们美不可言 所以 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我们已不再沉睡 我们终将乘风破浪 故事二 我是亲父小姐的试婚婢女 还有一个月 清柳小姐就要嫁给自幼定亲的赵家公子 大户人家小姐嫁人前要贴身婢女去新郎家同床三日 明约试婚 确定南方那方面没问题 才能让小姐嫁过去 我是夫人指定的 因我性子老实 模样讨喜 看着喜庆 夫人和李嬷嬷告诉我去赵家 多打探些消息 尤其赵家小公子 是否有残疾和隐病 李嬷嬷让我脱了衣服 翻来旅去检查 弄得我很疼 李嬷嬷皱眉 这点疼就受不了 疼得还在后头呢 我猜做这种事 应该是疼的吧 大少爷清零又来找我了 把我按在墙上 狠狠咬上我的唇 我双拳紧握 保证自己不动不反抗 几个月前 他在花园看到 给小姐采花的我 携到假山洞里 他激动地抱着我 嘴凑到我脸上 我抖着嗓子说 我是小姐的试婚丫头 他仗红了脸瞪我 你说的是真的 这样的事 我怎敢说谎 他捏着我的下巴 瞪了半嗓 又低声咒骂了一句 不过他并没放过我 连掐带咬 我浑身除了血印 就是亲子 我知道他不喜欢 他做事的时候 丫头哭 他房里有两个丫头 就是受不了 疼哭的声音稍大 被撵出腹 他没破我的身 我咬紧牙关 任他失伪 他很满意 没有丫头 能在他办事的时候 不哭出声的 至此之后 只要看到我一人时 必拉到无人处 一通折腾 失婚那天 一顶青涩小轿 把我接到赵府 我站在赵家少爷的房里 任他打量 没想到赵世轩 模样长得这样好看 比我见过的男人都好看 笑的时候 眼神也是暖暖的 他笑着问我 多大 几岁近的府 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老实回答 去年迈到青府 家人都不在了 他握我的手 轻轻揉搓 不怕 以后有言呢 我自觉宽衣解带躺好 木然地等着痛的一刻 他的唇轻轻落在我脸上 身上 没有疼 反而心里有种痒痒的 想要做点什么 身体舒展开 最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痛 随后感觉身体 在波涛中荡漾 让我昏昏然陶醉其间 等一切结束 我以为的青子身上并没有 反而有一种说不清的满足 作为试婚丫头 是没有资格和主子 共睡一床的 起身拿过衣服 要穿上 照是轩一把抱住我的腰 把我按倒 在这睡吧 外面凉 我被搂抱着 无法动弹 只能缩在他怀中 沉睡前的一个念头 赵家小少爷没有影集 绝对没有 之后两天 白天我就在书房 陪赵世轩读书写字 晚上和他滚床单 第三天晚上 我该回去了 赵家仆人给我端来一碗药 是房有孕的 我知道这是必须喝 毫不犹豫地喝下 赵世轩抱着我 跟着你家小姐一块嫁过来 也好好疼你 我又被那顶小轿送回清府 进门后叫到夫人房里 夫人询问我这三天 在赵家的情况 我记得去识夫人的交代 恭敬地答 赵小公子好得很 没有残疾和隐疾 夫人和李嬷嬷对视一眼 明显松了一口气 笑着让我退下 这三天又累又乏 我只想回到房睡个好觉 小姐又把我叫去归房 青柳长得如若峰拂柳 羞答答地问我 赵小公子长得怎样 我答 赵家小公子模样好看 她脸上历时露出欢喜 欲言又止地问 那 那她在房中 我心知她要问什么 老实回答 小姐怕事 以后要辛苦了 青柳脸上刚升起的红韵 逐渐转白 很快到青柳出嫁的日子 青柳跪在堂前 拜别青老爷和夫人 我端着两杯茶水 递到两人手边 青老爷和夫人笑着饮下 青柳上轿 我低着头跟在陪嫁的队伍里 旁边小兰对我一脸鄙夷 我比小姐还早上了孤夜的床 夫人说我以后要做小姐雇宠的四寝通房 青柳骑在马上 目光不甘地扫向人群中的我 试婚后回到青府 她把我叫去她房里 无所顾忌地占有了我 她是属狗的 一兴奋就掐您啃咬 盯着桌上的宴台 天知道我用了多大力气 控制自己 没有拎起来拍飞她 结束后 她满足叹息 你要不是我妹妹的人 我就把你要我房里当个暖床丫头 可惜了 大户人家哥哥要妹妹婢女做暖床丫头 说出去会被人家笑话的 亏她有脸说 我低头眼去眼中所有情绪 擦拭身上的血子和污渍 大会夜晚 小姐和赵士轩洞房 我在外间职业 半夜听到新房里清柳低气 第二天一早 我准备伺候清柳洗漱 赵士轩经过我身边时 在清柳看不到的地方捏下我的手 我红了脸 清柳见过赵家长辈后回房补眠 赵士轩拉我到另一侧的偏房 用唇堵住我的嘴 半晌 她附在我耳旁巧声说 也都想你了呢 我低头整理衣衫 红润的脸上又添了一层霞 等过些日子 我跟夫人说说 提你做姨娘 赵士轩说 卧房里传出动静 清柳醒了 赵士轩迈步走出去 我端起桌上的 以凉透的茶水 随手倒入花丛 透过窗子 看到清柳和赵士轩 在亲热地说话 三天回门 清府门前 一堆小乞丐围着讨要 赵士轩扬了一把铜钱 乞丐们你争我抢 我扶起扑倒我脚边的小乞丐 他握了一下我的手 飞快跑远 无人处张开手掌 一张小纸条 静静地躺在我掌心 看过纸条内容 我将纸条销毁 出了后门 胳膊便被一个妇人紧紧拉住 你这死丫头 咋不跟我报个信 心事越来越大了 我扭头 看向拉住我的母亲 她用指头狠狠戳我脑袋 你个死丫头 要你有什么用 你怎么不去死 自从家里遭了变故 她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对我非打击骂 时常恶狠狠地盯着我问 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又哭自己命苦 中年丧父丧子 我举起一吊钱 她的叫骂声 瞬间耿在嗓子眼不上不下 她仰手一把夺去过 叮嘱我不要忘记 父兄是怎么死的 扔给我一个小香包 愤愤离去 我默然看着她离去 揣着香包回到院里 转过回廊 就被清林伸手截住 躲过她伸过来的手 我先是照辅的人了 让人瞧见不好 清林阴沉沉地盯着我 我越过她擦身而过时 她吸了吸气 忽然低声说 三天后 我在瑞祥茶楼雅间等你 你赶不来 哼 瑞祥茶楼 我当然知道 这个茶楼曾是我家的 现在是赵府的产业 它对面的福顶酒楼 也曾是我家的 现在成为清府的 心头一致 我停下脚步 转身 手握香包轻快地浅笑 好 我一定会去 而且 我保证你会开心死的 没理会她错愕经验的母 我笑着离去 回到赵府 赵世轩以学业为重 睡在书房 清柳不能让她放弃学业陪她 只能揉碎 帕子眼里脆了毒四地看我 赵世轩指明 让我从此在书房伺候起居 清柳心腹怕悲肚明 只能大度同意 铺床叠背 打水洗漱 晚上 还暖被窝 我的火可不少 找个给赵世轩买笔墨的理由 我出了赵府 来到瑞祥茶楼 楼外面门脸和楼里装饰 与从前一样 除了变了主人和店里的伙计 清灵坐在雅间一脸不耐 怎么来得这样吃 害得也好等 空气中有股心香 清灵目光开始变得痴迷 我后退至窗前 窗下那一片壁壶波光 折入我眼中似刀锋剑芒 清灵一脸沉醉向我扑来 我转身躲过 手向前推送 扑通入水的声音 在喧嚣的茶楼里 没有惊起一丝浪花 转身出了雅间 何来时一样 从另一侧通道消失 无人发现我来过这里 曾经身为东家的大哥 告诉过我 瑞祥茶楼除了店内人 外人都不知晓 有一条通道 可以走到侧门 出了侧门 是条僻静小巷 走出巷子 便是繁华皆是 买了笔墨 回到赵府被清柳拦住 出去买笔墨 怎么这么久 她眼中的厌恶 毫不掩饰 少爷用惯的笔墨 没找到 找了好几家 我小心地回答 小兰在旁 两眼极度地望向我 第二天 清林死讯传来 茶楼雅间里 没有挣扎打斗 官府定的死因 使失足落水 清林是清府 唯一的少爷 清府遗娘众多 可少爷不是没生出来 就是出生后不久 夭折了 这里面清夫人 可是功不可没 我知道 清老爷以后 也不会有儿子女儿出生 府中一片素白 清老爷和夫人 哭晕过好几次 我跪在角落 冷冷地看着面前 黑白场景 记忆中的片段涌现 和此时重合 葬礼都一样 来到后门 母亲难得露出笑容 哈 老天报应啊 老天报应 该 就该死绝了 我漠然地看着母亲 颠笑着拍手 和我分享她的喜悦 娘 一会少夫人还要找我 我先回去了 母亲笑容怜起 死丫头 你给我记着 咱娘俩是怎么落到 今天这步的 她又开始咬牙切齿 天杀的 这些恶人 一个都不要放过 转头恶狠狠地咒骂我 你说说 你有什么用 你怎么不去死 啊 死的为什么不是你 是啊 我又何尝没自问 我怎么不去死呢 可我若死了 谁为爹爹和兄长报仇呢 我不是孤儿 父亲 兄长经商多年 我自幼在父母和兄长 藤爱下长大 也是规格中的小姐 婢女成群 锦衣玉食 天灾后 一家人辗转此地 父兄努力经营 生意兴隆 与亲父 赵府有生意往来 亲父和赵府 见我爹是外来户 没有根基 开始惦记我家产业 先是找人 在茶楼里打死了人 后又酒楼里下毒 吃死了人 摊上两起人命官司 一夜之间 茶楼 酒楼都关了门 亲父 赵府是姻亲 买通官家 联手将我家产业 分饰干净 爹爹与兄长 屈死狱中 我和母亲被赶出大宅 流落街头 安葬父亲 兄长时 狱卒曾受父亲救命之恩 告诉我和母亲亲 照两府勾结 买通官家内情 母亲自此性情大变 犹如丰富癫狂 打探到两家定亲 母亲将我迈入青府 让我伺机勾引大少爷复仇 我自迈入青府那天起 我就已不再是我了 复仇是我人生的全部 我忘不了父亲 兄长 从小对我慈爱关怀 曾经一家共享天伦之乐 既然我已身陷人间地狱 那么就一起吧 那日后花园与大少爷偶遇 是我故意设计 我知道他喜欢哪种类型女子 又有母亲给我的迷魂香 大少爷果然对我痴迷不已 最后丧了命 青柳出嫁当天 我端的茶水里下了绝子药 青老爷这辈子都不会有继承人 守着万贯家财 却无人继承 想想就开心啊 母亲还在喋喋不休地 说着自己命苦 我拿出几两散碎银子 换得耳边清静 她高兴地拿了银子 留下一个香包走了 我不知道母亲从哪里拿来的香包 却是好用 晚上赵世轩和青柳回了青府 赵世轩没有睡在书房 小兰经过我身边时 得意地看我 接连几天 赵世轩都陪着青柳 我老实守在书房 每日打扫擦拭 我在廊下拖着下巴昏昏欲睡 忽然听到书房里传来嬉笑声 门大开着 小兰已在赵世轩的怀里 笑得娇羞 我安静地看着 晚上赵世轩睡在书房 小兰被叫进去 进门前她挑衅地扫我一眼 半夜小兰喊口渴 我端着温好的茶水进屋 她喝了一口 这么冷 想凉死我呀 一抖手 泼在我身上 赵世轩起身 搂住她的腰 她娇笑着 和赵世轩滚坐一团 我转身出去 接着睡觉 青柳当我的面 宣布提小兰为姨娘 小兰只高气扬 指使我干活 我照单全收 任劳任怨 青老爷 唯一儿子死后 为了生儿子 每晚在后院耕耘 气热后 还没提枪就走火 她不甘心 洗买几个水嫩嫩的婢女 还是不行 大夫看过摇头 今生再有亲生儿子 不可能了 青老爷丧子之痛 又闻此讯 中风瘫了 青夫人连遭打击 卧床滴水不进 青柳回家 只会对着爹娘哭 青府姨娘 偷偷变卖 府里的东西 准备跑路 家仆趁乱偷到财物 很快府里掏空 倾家产业被人接管 青老爷和夫人卧床 浑然不知 发现十以人去楼空 只留一个青府 有人上门催讨债务 两人把青府卖了 换一小院栖身 身边除了李嬷嬷 再无他人 没多久 李嬷嬷卷着夫人的 金银细软也跑了 青老爷将票贴身藏着 没被卷走 一天夜里 有人溜进院子 抢了银票 将两人杀死 死状很惨 身上骨头砸断了多处 母亲让人烧话进来 说要见我 见面时她眉目舒展 神清气爽 哈 终于出口气了 恶有恶报 她扬眉一脸兴奋 哈 告诉你 他们死时嘴堵得紧紧的 那两人疼得想叫 又叫不出的样子哟 她无嘴笑 人是你杀的 我问 哪能呢 我是后来去看热闹的 她眼神闪躲 我想过自己去解决 却有人抢先了 过程不重要 结果是我所要的就好 我不能出来时间太长 没事别叫人递话给我 引起怀疑就不好了 我转身要走 她拧眉 你什么时候动手 你可别告诉我 你对那个赵家少爷动了情 这世上什么东西都是狗屁 只有银子是真的 听到没 我知道 我把荷包拿出来 她夺过去 还给我一个空的荷包 还有一个香包 一纸包药 交代我是什么药后 她甩着帕子扭着碎步走了 香包的味道很好闻 清新淡雅 却让人沉迷深陷 清柳和小兰都怀孕了 只相差几天 赵夫人高兴地赏了清柳和小兰 清柳运相不好 她身骄体弱 孕兔不止 眼窝深陷 脸色清白 小兰则面色红润 身强体贱 一点不像孕妇 清柳怀孕三个月时流产了 大夫说是因大寒之物 清柳身子柔弱 这一次流产几乎耗尽她全部生机 卧床不起 只能靠药物撑着过日 清柳每日以泪洗面 身子更加不好 大寒之物不知从何而来 府上彻查没有结果 只能把清柳房里的下人都发卖了 我在赵氏轩书房 当值没被波及 小兰怀孕四个月的时候 死了 且死状奇惨 那晚赵氏轩酒后回来 我上前伺候喜树 小兰把我赶了出去 我睡在外间小榻 手搭在肚上 伴着隔壁床 传来的枝哑 枝哑声 安然入睡 两人感情浓烈 深入交流了一宿 赵氏轩清醒时 小兰已僵了身子 入木满床的鲜血 小兰肢体苍白 赵氏轩慌乱狂叫 下人们涌进屋后 也被满是血色下在当场 赵氏轩做了病 她硬不起来了 不能和女人上床 连碰都不敢碰 有个婢女半夜 爬上她的床 她惊叫着把人打死 赵氏老爷夫人 愁眉不展 我斧着浑圆的腰身 凝着灯光出神 我怀孕了四个月 见到母亲时 她摇着小扇走到我面前 我不敢相信 面前这个女人 与前几日形同丰富的是同一人 似乎没有遭受那场加变 她还是府里身着紧缎 头插朱钗的夫人 她一脸嫌弃地看向我 你怎么吃得这么胖 连姨娘都不是 就一个通房 以后可怎么办 我怀孕了 她目光瞬间盯上我的肚子 当真 嗯 四个月了 她指着我怒骂 你不长脑子吗 让你进赵府 是让你去生孩子吗 这是赵府唯一的孩子 赵氏轩 以后都不会再有孩子了 我回答 母亲松开手 上下打量我 那要都用上了 用上了 母亲笑 好好好 用上就好 你先回去 等我好好考量考量 母亲满腹思量 扭着腰摇着小扇走了 我看到她走到一辆马车前 捏着裙脚上了马车 母亲何时坐得起马车了 这次她没向我要钱 我觉得母亲有事瞒着我 赵氏轩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里 她房内全换成小厮伺候 不敢睡床上 困了就趴在桌上 吃得又少 几天下来脸色憔悴 目光阴郁 赵老爷和夫人都束手无策 大夫和法师都找过了 吃药 做法师都改变不了赵氏轩错乱的神经 和消瘦的模样 腰围日渐增粗 抚摸肚皮 感受里面的生命 我下了决心 我要留下这个孩子 端着饭菜放到赵氏轩面前 他手紧紧握着书 看到我眼神避开 我是来告诉你我怀孕了 你有孩子了 赵氏轩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我怀孕了 真的 四个月了 不信你摸摸 我握着他的手 他缩了回去 我强硬地拉过来 按在我肚子上 坚硬地圆突起 让他眼神有了光彩 我有孕的消息 迅速在府里传来 赵老爷和夫人 乐得合不拢嘴 提升我为姨娘 青柳赏我一只镯子 消瘦灰白的脸上 明晃晃挂着疾恨 我快速跪地谢过后收起来 走时不小心碰倒了门口的花盆 屋里婢女立刻上前收拾破碎的瓷片和花图 没理会青柳那句粗笔我快步走了出去 路过池边 将一个纸包扔进池里 哪有什么大寒之物 不过是两物相生相克罢了 我手中纸包与房中的那盆花合在一起 便是大寒之物 单一存放都是无害的 我早将要倒在花图中 吸入得多了 孕体自然受不了 赵世轩明显好了许多 至少不反感我出现在他视线内 偶尔还能接受我的触碰 母亲来找我 不满地瞪着我的肚子 这还能打掉吗 我不想打掉 我的孩子 我要生下来 母亲急急骂道 生什么生 你怎么生 你生个仇人家的孩子怎么办 你忘了你爹你哥是怎么死的了 你要气死我吗 我护住肚子任他发疯 他喘着粗气咒骂够了 把一个药包砸在我脸上 你赶紧把他给打掉 听到没 我要知道你生下这个小杂种 我就掐死他 母亲气羞羞用帕子擦擦脸上的汗水 走向远处的马车 马车经过我身边 风吹动车帘 车上有个男人意味深长地打量我 我下意识地捂住肚子 这个男人是谁 母亲和那个男人是什么关系 我本能地讨厌 这个男人和母亲坐在一起 下次见到母亲 我一定把这件事弄清楚 一个生命的成长 是如此的新奇 是我十多年生命中不曾感受到的 我爱上了腹中的骨肉 与我血脉相连的骨肉 我不会忘记我的使命 这并不影响我期盼腹中生命的成长 母亲给我的那些药和香包 我早扔掉了 我不会坠胎 更不会让香包出现在赵世轩面前 我不可不想像小兰一样 那晚本来单纯地想伺候赵世轩休息 她有没有想法我不知道 反正我没有 是小兰非要做死我只能成全她 和清临闻到的香包一样 让人沉醉置患 对周边的一切都不在意 只想做那件事 我那晚出去的时候 顺手挂在了帐上 第二天 仆人们冲进去的时候 趁乱取走 随后毁掉 我成了赵府最得宠的姨娘 赵世轩带我来到福顶酒楼 楼里的伙计都不认得了 我戴着纱帽 也没人认出我 赵世轩点了几个招牌菜 尝着口感和以前差太多 大厨应该换了 好久不喝酒的她 今天颇有兴致地喝了几盏 我心情复杂地埋头吃菜 喜欢吃 下回也还带你来 这是咱家的产业 何时来都行 她笑着说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 是的 这是我家的产业 何时来都行 她呵呵笑 对 你家的 我的都是你的 都是咱们孩子的 说完盯着我的肚子笑得欢畅 好久没看到她这样开怀的神情了 我痴痴地望向她俊美的容颜 心想 我孩将来一定长得不差 因她父亲颜值高啊 酒足饭饱下楼时 一个男人喝醉 从楼梯上横冲直撞下来 楼梯窄 三人叠在一起 我侧身抓住栏杆护住肚子 赵士轩被那人带得往前冲 我的脚没有收回来 人 就在我面前翻过窄小的栏杆坠落在地 回过神来看去 赵士轩头扭曲地歪在脖子上 大厅里人们惊叫 慌乱 逃窜都与我无关 我正正地扶在栏杆上如同雕像 世界又变成非黑即白 这世上的葬礼果然没有什么不同 不 也有不同 不同的是我这次身着麻衣跪在前面 默默地看着人来人去 和上诵经的声音萦绕耳边 似远又近 我只跪一会 我腹中是赵府唯一的子嗣 累了被扶到厢房休息 清莲瘦的皮包骨 本就清白的脸泛着死灰 跪在那里摇摇欲倒 突然一口鲜血喷出 人就软了下去 下人乱作一团 大夫枕脉后叹息 准备后事吧 晚上 厅里一口棺材就变成两口 葬礼后 赵府落霉了 赵老爷和夫人病倒不理事 我是府里唯一能主事的的半个主子 母亲登门找上来 打量着赵府 母亲面露欢喜 多亏你没把孩子打掉 现下这府里就你这肚子金贵 我看了一眼窗外 母亲小声些 怕什么 现在谁不知道 这府里两个老东西都不行了 这赵府早晚都是咱们的 我带母亲见了赵老爷和夫人 只说母女失散多年才找到 母亲当晚住进赵府 赵老爷和赵夫人 开始只是心情欲竭 外感风寒 我床几日便会好 母亲一日三餐的送食 送药 非但不见好转 最后口不能言 手不能抬 已显游进登窟之态 半个月后相继离世 我已对眼前的黑白天地麻木 葬礼都是母亲张罗 有意义的管家仆人 都被她打发走了 我漠然地看着府里人日渐稀少 肚子一天天见大 感受她的胎动 我对这个生命充满希望 身负血涵深仇 忍辱寒垢大仇得报 该做的我都做了 我对父亲 兄长也有了交代 余下的日子 我只想让孩子平安长大 和孩子好好过日子 我有想过 孩子问我要父亲 到时我就对他说 你父亲没了 人没了 就是没了 没了 就是再也见不到了 母亲领着那个男人 来到我面前 温婉地对我说 这是你未叔 他帮过我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是马车上的那个男人 我看了看男人 转头问母亲 一家人 那我爹呢 你死了和我爹葬一起 还是和他 母亲脸色巨变 死丫头 你说的是 这是什么话 要不是你未叔帮忙 给你拿的药包箱包 瑞祥茶楼和清府 能到我们手里吗 原来母亲是从她那里 拿的药和香包 接管瑞祥茶楼和清府的 也是她 现在 她的目标该是 我 我面色平静心 却翻江倒海 定定看向母亲 面前的女人 忽然很陌生 原来 我只是一个棋子 一个木偶 背后操控体现的 除了母亲 还有她 这一刻 我忽然觉得很恶心 吐得昏天黑地 想把体中 所有污秽都吐出来 母亲忙用帕子 擦拭裙摆 哎呀 好好的怎么吐了 真是的 可惜我这身好料子 我自嘲的一笑 这就是我的母亲 好在我报仇的目的达到了 我起身 你的事我不管 你若做出过分的事 我不介意帮我爹清理门户 你个死丫头 你敢 敢不敢 你可以试试 我的产业不需他人代劳 爹爹和兄长创下的产业 我会收回 我冷冷地撇向他们 没有错过 魏叔眼里闪过的一丝狠力 我从心里反感那个魏叔 感觉那他像条毒蛇 阴冷地缩在暗处 伺机会狠狠地咬上一口 母亲每日和他初双入对 说话轻声细语 笑容娇羞 青春回归 仿佛哭嚎打骂 如丰富的他 从来不存在 我用雷霆手段 将照抚所有产业理顺 轻抚其他产业 我不稀罕 可是瑞祥茶楼 我一定要拿回来 落在别人手里 也就算了 可在那个男人 手里 我不舒服 母亲口口声声 我们的产业 我嗤之以鼻 我只相信 握在自己手里的 才是自己的 我用上父兄教过的 商业手段 价格打压 货物垄断 瑞祥茶楼终于撑不下去 回到我的手上 母亲又如丰富般 跳脚咒骂 等他骂累了 我递上一杯茶 平静地说 你不想 住在这里就走 要是走投无路 你随时回来 他放下一句死了 我都不回来 气哼哼地走了 我没想到 这是他和我说的 最后一句话 母亲的尸体 从河上打捞上来 苍白僵硬 安静地躺在我脚边 我俯着肚子跪下 慢慢合上他的眼睛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 贪财惜命的人 怎会自杀 他是一颗气子 我缓慢望向轻浮方向 那里面住着 叫魏叔的人 我开始对身边人清理 吃食用物都小心谨慎 我知道他下一个目标是我 我和魏叔之间 只能你死我活 中秋节 我生产在即 听说有灯火游街 烟花燃放 我可不想错过这个热闹 何况还是个大热闹 带着保镖护愿 我在人群中漫步 人潮涌动 烟花绚丽 为观看烟花 临街酒楼里的人 都站在窗边 我驻足仰头 望向二楼的男人 和他怀里的女人 男人温柔体贴 女人年轻妩媚 笑眼盈盈 忽然有人高喊着火了 一阵慌乱 人群四散奔逃 男人搂女人下楼 低头轻声安抚着 经过我身边时 我抽出袖中匕首 淡定地插入 迎面男人的胸口 保镖护愿 将我围在中间 迅速在人群中 向远处移动 惊叫声响起 接着是更多的惊叫 我在人潮中 回头看向那个男人 魏叔 他张着嘴 不可置信地瞪着我 手伸向我直直倒下 我笑着转头 今晚的烟花真漂亮 可惜看不上了 生产那天 痛得我撕心裂肺 好在产婆有经验 终于一声啼哭 我松了一口气 是个男孩 果然长得像父亲 一样俊美 我高兴极了 我的儿子 是我生命的延续 我会好好抚养他长大 他会好好读书 当状元 光宗耀祖 想想就很美 文汉林一岁时 我抱着他 跪在父兄 母亲墓前 我没有把母亲和父亲合葬 在旁边又给他立了一个墓 他地下有之 也修于和父亲合葬的吧 跪在墓前 我说 我替他们报仇了 我说我有了孩子 孩子随外祖姓 我说 现在日子好了 我不再受苦受罪 看人眼色 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 这说着 我哭了起来 哭得天昏地暗 声嘶力竭 把这许多年的委屈 耻辱都哭出来 文汉林小手不停地给我擦泪 回家时 我告诉文汉林 他姓文 我也姓文 我叫文玉莲